电动车 近来电动车越来越夯了 尤其台湾宾市最近一举引进的EQA EQB跟EQE三大车系 今天来到我们的手上 就是非常多人关注的EQB 型号是EQB300 4MATIC 它是采取前后都有双马达组成 所以它就是一个形式上的四轮驱动 它跟我们熟悉的GLB 基本上外形是一样 也是采取相同的平台 到底这台车开起来跟GLB有什么样的差异 现在跟着我来体验一下 前面这个护照 上头有一个光条 整体看起来就是非常科技 同样呼应到尾灯也是一个长条的设计 通常你只能从这两个地方来确认一下 这是一台宾市的电动车 当然台湾宾市也不错 我觉得以EQB来讲 属于家庭用的7座小型休旅 它却帮大家选配了AMG的套件 内外都有 看起来会稍微比较粗犷 比较有跑哥 打开传统的引擎室 那当然它是没有引擎的 它是前轴ASM后轴PSM 共购的双马达的四轮驱动系统 最大马力是228匹 最大扭力有390牛顿米 0-100公里加速是8秒 急速160公里 它的总体续航力是423公里 快充大概30分钟你就可以充到80% 以现在的标准来讲效率算是不错的 第一印象真的非常好 它的质感我觉得甚至比GLB还好 取决在它的试板 甚至它选配了AMG的内装套件 包括这个跑车座椅 做起来真的人体工学也不错 一如宾式大部分新世代的车款 它采取了10.25寸的双萤幕设计 加上这个圆形的出风口 你想要到的配备 像自动跟车 手机无线充电连接carplay等等等等 它该给的都给了 一如宾式的电动车 它这个波片是一个动能回充的效果 D就是标准的模式 你想要有点拖形的感觉 就用D-减 如果你觉得麻烦切D-AUTO就好了 一共有四种模式可以选 它虽然是属于小型SUV的范畴 但是它的轴距非常长 有28 29 因此它就是同级车当中 擁有第三排设计的车 第二排呢 其实非常不错 前后可以移动14公分 椅背还可以调整 甚至它有第三排 但我觉得稍微比较麻烦就是出入啦 实际乘坐起来呢 其实勉强是够用 但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小孩子 此外呢 由于第三排的设计呢 行李箱空间就只有110公升 把第三排第二排全速放倒之后 可以获得1620公升的大容积 EQB跟GLB是使用相同的平台 但是最大的差异就是它前面没有引擎 就跟大部分的电动车一样 它的电池在底板下方 前后都有电动马达 它的重心非常集中 刚刚在山路的试驾当中呢 很明显感觉到一点就是 它的操控变得更沉稳更精准 过去GLB主要是家用取向 因此你会觉得它侧型比较大 它的车身晃动比较明显 标准型的是舒适型悬吊 搭配一个多连感的悬吊设计 基本上行路性舒适性不差 但是呢它加上这个可变阻移悬吊之后呢 加上20寸的大轮胎 因此它操控性变得更好 那当然呢 负面的影响也不是没有 当你把行车模式切在S 经过不平路面的时候 它的碎震啊 它的弹跳感还是有 隔音算是做得不错 但是路面的这种路灶啊 回馈感还是稍稍明显一点 EQB呢 其实它的车重也不轻 重达两吨多 但由于电动车使然 所以它的马力跟扭力 尤其扭力非常的充裕 加速也是随传随到非常快 当然以现在的标准来看 电动车快绝对不是什么问题 只是说在整个基建的这种平顺度 我觉得它身为一个 冰式动力输出的质感 还是非常不错的 如果你问我喜不喜欢这台车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对比它的内燃机版本GLB 我觉得有了电动车的这个扭力啊 竞速性还有它的空间配备 种种整体包装是非常不错 但是我个人认为更重要的一点 就是目前在市场当中啊 高级进口的中小型的电动SUV里面 选择并不多 除了Model 1还有Volvo的XC40 但是呢 同骑车当中并没有一台像EQB 它是标配七人座 这台中小型的七座修旅 真的非常吸引人 尤其它也有一个三芒星的logo 当然它的价格也不低 200多万你选配完 280几可能接近300万 300万你是不是能够接受 这样的一台电动修旅车 那这个答案可能就要交给你自己决定了